由明天开始,这里就不再是幼稚园了 八年了,说不心痛是假的 创办这个幼稚园几乎倾尽我的全部 这里的一尊一雅,一沙一土都是我亲力亲为操办的 它就好像我的小朋友一样 陪伴着我走到今天,仅然有万般的不舍 但都要面对现实,因为学生生愿的下滑 我已经无力着承担房租,教师工资等的费用 所以只好关闭 在这里跟大家讲一声抱歉,对不起大家了 中国出生人口大跌,直接影响幼稚园小学的招生人数 既幼稚园出现关闭潮之后,又出现了小学的关闭潮 据报道,上海、广东、武汉多所小学因为生源不足而纷纷关闭 上海今年已经有九所中小学停办或者停止招生 最繁华地段的一所小学只是招到17个新生 这所小学就是上海滑海中路小学 那它为什么只招到17个新生呢? 一个原因就是,近年来,中国年轻人生育率下降 导致出生人口下降,各地小学都面临着严重的招生不足 而是因为由于中国经济下滑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家学校所在的地段是上海房价最高的区域之一 它对口的是新天地居民区 这个居民区里面有五个商品房小区 包括华湖天地、翠湖天地、景林天地等 这些小区的二手房价一般都在每平米20万以上 新天地居民区目前有人口2083人 这些人可能是上海最有钱的一群人 他们的小朋友要是上国际学校,要是入商与学校 因此,入公办学校的小朋友并不多 不止在上海,中国各地的小学都存在招生困难的现象 有些小学关停了,合并到其他学校 大家好,我新学的小学就是上墾小学 今天是2024年的9月1号 按道理,今天应该是开学报道的日子 但很遗憾的是这所小学由今年的9月1号开始彻底关停 这里已经没有学生,几十年的风雨,几十年的校园 由今天的这一刻就彻底关停了 其实在很多的乡镇,有很多这种乡村小学都关停了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人口出生率下降 还有农村人口减少,才会导致这些小学关停 曾经的热纳繁华已经不再了 曾经的欢声笑语也都已经成为历史 就让我们一起怀念了 有些学校停止办学,但就没有通知家长 家长到校取学籍卡的时候才发现人去流空 8月29日,山西索州星辰小学的一名家长告诉记者听 有一天,他听家长门话,学校不办学了 但学校一直没有发通知 直到昨天,班级群组里面班主任通知家长去领取学籍卡 他到学校之后,发现整个学校都已经空了 9月1号晚,索州市索城区教育局发通报说 该学校目前处于停止办学的状态 该校之前未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也未以书面形式通知家长 目前该校的学生已经全部转入其他学校 这件事件引发了热议 有些家长说 这家学校一直都没有通知家长的学校停办了 我如果不是听其他人说 我的小朋友转学就迟了 包括这所学校在内 我家附近今年停办了两所学校 网友杂哥认为 现在很多小学倒闭 都是因为很多人不愿意结婚生小朋友 想不到你 以前听说公司会倒闭 企业会倒闭 想不到现在连学校都倒闭 今年听说有很多幼稚园已经关门 现在很多的小学 尤其是以前的分校 偏僻一些的山村小学 合拼的合拼 倒闭的倒闭 学生越来越少了 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肯定是跟当下的结婚率 生育率低下有着必然的联系 为什么现在的人不愿意结婚生小朋友呢 记得我们小时候 天是蓝的 食物是安全的 人都是愿意结婚生小朋友的 村里面的人都是很热情 大家都很乐于助人 老百姓都是有盼头的 人民是有信仰的 现在科技发达了 工业发达了 但相反 人都不愿意结婚生小朋友了 动拔率先出现小学新方 2013年至2022年10年期间 黑龙江消失了1900多间小学 将近六成 吉林消失了超过五成 合计2600多间小学 遼寧关拜了近2200间小学 缩减规模接近一半 有些区院的小学生 还不足1000人 全院才抽到一间小学 例如黑龙江、鹤江市、兴山区2020年 就只有650个小学生 上当于将所有学生集合起来 都抽不到一间18个班的完全小学 曾经因为白彩一般的房价而出名起来的鹤江 现在正成为东三省学生方现象的一个宿影 曾经学时 鹤江都是煤矿的大城市 平均一个班级里面要逼五十几个学生 都是煤矿工人的子女 随着煤矿停产 工人陆续离去 过去十年期间 鹤江的兴山区常住人口 由4万 约减到2万 原有的四间小学 也都息数关闭 在2020年统计人口的时候 鹤江整个市出生人口不到3200人 鹤江区只有66人 在这一年里面 整个区的小学学龄人口只有650人 都抽不够一个小学 帐号为满标老板的网友认为 学校的关停潮 或者会由东北 蔓延到整个大江南北 东北现在的生育率太低了 小学都关停了一半 而且全国很快都会东北化 过去十二年当中 东三省的小学生合计减少了127万人 在十年当中 东三省总计消失了6800多间小学 差不多消失了一半的数量 此前大家知道有幼稚园关停潮 去年一年减少了15000多间幼稚园 比2022年的时候减少了5600间 上海公布了一个最新的生育率 每10个适龄女性 就有4个选择不生小朋友 去年的新生意数量 都没有死亡的人数多 所以现在我国 切切实实进入了人口的负增长 现在公立小学大量关停合併 说明关闭潮已经由幼稚园蔓延到小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未来可能继续蔓延到中学 高中 大学 此前中国幼稚园爆发关闭潮 据报道 全国自2022年到2023年减少了2万间幼稚园 又说幼稚园园长毅者经营的幼稚园关闭了 他感叹自己这个年纪还可以改行做什么呢 亲爱的各界社会人士 2024年真的很难 乡村民办的幼稚园已经没有小朋友了 即将面临关停 我们这些做院长的又可以去做什么呢 下纲的院长 下纲的老师 关停的幼稚园又很多 他说我从事又教这个行业22年了 有太多说不出的心酸 年轻一点都还可以去找找其他工作 好像我们这些80后 只是上不了去又下不了来的年纪 也只是我们中年危机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出去做什么工作呢 陈教师办的幼稚园 也都因为招不了人 只好关闭了 我的幼稚园停办了 8月6日我提交了停办申请 我们幼稚园占地800多平 不大 比较小 但是位置都不错 在老城区 那为什么我要停办呢 因为幼稚园的小朋友 由200多人变成100多人 到最后只有几十人 加上去年本地教育政策的一些问题 令我难以再坚持下去 而且更加在去年一年 我们这个地方就增设了三间公办的幼稚园 而且增设了班级学位 2018年人口高峰期的小朋友 今年上一年班 而我们9月份面临要招的是2021年的小朋友 而在我们这个地方 2021年新增人口都不够一万 而且我们对面就是一所大型的公办幼稚园 我好难和他们竞争 所以就及时止算了 年轻人不生小朋友 教师行业会面临大面积的失业 网友思思认为 不单只会影响到老师 还会影响到其他行业 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专家讲过了 出生人口持续的减少 教师就会面临下缸潮 现在暑假已经过完了 学校开学了 疫情开始之前 全国都在确建幼稚园 家长普遍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小朋友很难入到幼稚园 结果今年180度大转弯 各地的幼稚园普遍都没有招满 以前都是家长周围托关系 找朋友送小朋友入幼稚园 但是现在幼稚园周围在抢小朋友 其实不单只是教师 还有兴趣班、学区房 这些都难免会受到影响 年轻人不愿意生小朋友 不是因为贪图玩乐 而是因为生活成本太大 而且有些职场女性 生完小朋友重返职场之后 就发现自己的位已经没了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片段 你们看到那个广州女教师 产假翻岗位之后 被调为清洁工的事码 事情很简单 就是一个女教师要生小朋友 就申请了产假和暴雨期 她产假休息完回到学校之后 就被通知已没了她的教师岗位 跟她说要是去做门卫或者做保洁员 她的暴雨期都没结束 学校又说合同要到期了 就不逐签了 她去打官司 法院判定学校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要支付赔偿金五万八千元 另外保齐拖欠的五千元工资 就是这个事令到我觉得一桩桩一件件的破市 都已经非常明确地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 就是现在这个年头 职场女性敢生小朋友 你的头真是铁啊 女性在怀孕过程里面不敢怠慢 心怕人家会说你怀孕了 不想好好做了 生完小朋友之后 给你休息半年 你就真的休息半年了 回去之后你连公司的门向哪边开 你都找不到 你要打官司请律师 一两万元就花出去了 对方再给你来个不同意调解 上诉着上诉 他拖得起你拖得起吗 你老公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工身阶层 一家子一定很吃力 吃什么啊 饮什么啊 拿什么来养小朋友啊 那就要去做清洁工咯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请记得点赞 订阅 留言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